OK 我現在試試看這樣子的畫法感覺如何 你看 它畫上去的這種感覺真的超像 真的水彩的耶 騷擾可愛 我是黑虹 相信在使用Photoshop的你呢 一定會感覺說 其實我們在Photoshop上面說使用的筆刷 很多要嘛就是屬於像是 油化類、壓克力類 或者是乾性的筆刷 又或者是一些 電繪感比較重的一些特效的筆刷 但是在使用濕性的筆刷來說的話呢 Photoshop感覺畫出來的那種濕性感 就有點電繪感太重的感覺了 所以說就會覺得說 Photoshop要畫出這種手繪質感 或是像水彩質感的圖好像比較不容易 但是呢 我今天要來和你分享一套非常棒的筆刷 裡面的水彩筆刷 它真的是有點像是這種手繪的感覺 那種水肌感真的是非常重 所以呢 我們今天就來看看如何運用這一套水彩 而且水肌感很重 很像手繪的這種筆刷呢 在Photoshop上如何大玩特玩吧 在影片開始之前 黑猴要在這邊和你說一下喔 我有製作迷你電子書 以及一堂免費課程 就是希望可以幫助想要學習 電繪的你快快提升畫技 所以趕緊到底下描述欄裡面 去點擊連結免費領取囉 在我們測試這一株筆刷之前呢 我們可以先來看一下喔 這是它的一個官網 那在它的官網當中呢 這裡你可以看得到它有直接示範它畫出來的一個效果為何喔 我們可以感受得到 其實它畫出來的效果真的是極為真實 超級像手繪畫出來的一個質感 所以真的非常非常的漂亮 非常的棒 很有那種手繪的水肌感 那如果說你對這個筆刷很有興趣 也想購買的話呢 可以使用我在影片底下的描述欄裡面的連結進去購買 因為透過我的連結購買的話呢 我會提供今天示範的線稿跟PSD檔讓你回去作為練習 也可以從PSD檔當中呢 看到我是怎麼樣去分這個圖層的 可以讓你作為一個參考 那未來我也會持續運用這一個筆刷來做其他的示範 同樣的我也會將其他的線稿以及其他的PSD檔呢 都放入我所提供的一個贈品連結當中 讓你去下載讓你去使用 所以請記得如果想要購買這一組筆刷的話呢 一定要透過我的連結購買 才會獲得我所提供的這一些線稿跟PSD檔作為贈品喔 如果你直接到它的官網上面去購買的話呢 那這個官網是沒有提供的 所以說請記得如果想要購買這一組筆刷的話呢 不妨使用我的連結 這樣子你不會被增加任何的錢以外呢 還能夠獲得我提供的額外贈品 OK 那我們現在就來看一下 它畫出來的一個效果跟質感會是什麼樣的一個感覺喔 OK 在我們使用水彩筆刷測試這個效果之前呢 我想要先讓你看一下這組筆刷有非常非常的多種 收繪質感的一個效果 以及它的數量也是非常的龐大的 像你可以看到喔 它有幫你做好很多的分類 有壓克力 素描 墨水 混合媒材 自然媒材 油畫鉛筆 特殊媒材 以及水彩的部分喔 那它每一組筆刷呢 裡面的筆刷都非常的多 隨便舉個例子 像是墨水筆刷呢 我們打開來看 你可以發現這裡變得很小 所以我們往下拉 那你就會發現 哇塞 真的有非常非常非常多的這些墨水筆刷 可以供你做選擇 所以說如果你是一個喜歡用電匯畫出 收繪質感的人的話呢 那基本上你入手這一套就差不多夠了 因為這一組筆刷可能就已經可以滿足你 所有收繪質感的一個需求了 那在這邊的話呢 提醒一下喔 如果說你自己個人有一些喜歡的筆刷呢 你覺得很難去做選擇 不用像我那麼麻煩還全部把它畫出來了 你可以在測試完之後呢 你把你喜歡的一個筆刷呢 另外建立一個資料夾 然後把你喜歡的筆刷拉進去這個資料夾裡面就可以了 那我在這邊呢 主要是因為我想要讓你看一下這個筆刷的數量 以及畫出來的一個質感效果 所以說呢 我就在這邊做了一點點小小的一個紀錄 OK 那在我們看完了這一些筆刷質感跟數量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來看一下這個水彩的一個效果 基本上我在測試這些水彩的效果之後呢 我有發現一個很有趣的地方啊 就是它的這個水彩筆刷啊 基本上是用透明水彩的方式去指做這個筆刷的 所以你會發現喔 像我在畫完這些藍色之後啊 其實我才畫這個綠色的 那這個綠色的顏色基本上都疊不上去 就表示它其實在設定上的時候呢 它是用一種透明水彩的方式在做一個設計的喔 那我們可以看到它有各式各樣不同的水彩畫出來的一個質感 它最厲害的地方呢 是讓你看一下 這四個不一樣水彩筆刷畫出來的一個質感呢 它不只畫出來的一個邊緣是不一樣的 以外呢 它還有一點是 它畫出來的這個顏色中間啊 所呈現出來的一個質感啊 每一個都不一樣 就會讓你感覺你好像畫在不同的紙上 所以說其實它的這種水彩質感的一個筆刷 真的做的非常的細膩喔 真的是非常真實 所以說其實我不得不說它的這一組筆刷啊 在設計上來說是非常細膩 而且非常用心的喔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 像是這一些 當然這些是我自己個人就是畫的時候呢 我自己喜歡的幾個筆刷 當然你在測試的時候 可能你喜歡的跟我不一樣 但是呢 我就在這邊做了一些測試 那這些都是我覺得還蠻有趣的一個筆刷 未來可能可以使用到的 所以我才把它做了一個紀錄 OK 那我們現在就來測試一下 這個水彩筆刷所畫出來的一個效果如何喔 左邊這張圖呢 是我原本用手繪的方式 透明水彩的方式把它畫出來之後 再用掃描的方式把它 傳輸到電腦上來的一個效果 那右邊的話 是我擷取了它的一個線稿的樣貌 那我們就可以看一下 我們直接在這個線稿上面 用水彩筆刷畫出來的一個質感跟一個效果是如何喔 那其實在這邊先提一下喔 其實我用這個水彩筆刷 當然是我自己挑選的一個結果 因為像這個水彩筆刷 它有非常非常非常多支 對吧 那我可能就特定用那幾支來畫 所以畫出來的效果 當然是我自己用的這幾支 所畫出來的一個效果的感受 那如果說你自己有購買這一組筆刷的話呢 當然你就可以選擇其他不一樣的水彩筆刷 來繪製 看看這個效果如何 所以說我們每一個人所使用不同的水彩筆刷 所畫出來的一個效果 一定也會不一樣 OK 那我們現在就來看一下喔 首先呢 因為我是想要測試一下 它畫出來的一個效果如何 所以說這邊我們就很簡單的 直接用取色的方式來繪製就可以了 那你可以看到 我在畫的時候呢 它這套筆刷很厲害的地方是 我現在我這個筆在我的電繪板上面呢 都不離開電繪板 然後輕輕的畫下來 然後它的那個外邊啊 就是我畫下去之後呢 一開始它的那個外邊會有顏色比較深的顏色 然後後面它自動會消失 就是它有一點仿造那種真實水彩的一個效果 有點像是你畫下去之後呢 一開始因為水比較多或顏料比較多的時候 它會呈現出一種就是讓你覺得說 好像它的顏料沒有暈開的感覺 但是它事後會慢慢慢慢的暈開 所以很有那種真實的效果 我們可以近看一下那個效果感覺如何喔 像是在這邊的話呢 我們旁邊這邊 有沒有 你會看到它那個顏色好像有出來 因為我很輕 所以就好像水很多 顏料很少 然後我現在呢 慢慢的把我的力道加重 然後甚至越來越重 越來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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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 一開始感覺好像沒什麼顏料出來 就是那個水很多 然後到後面我越重的話 顏料就越多的感覺 然後我在畫的時候呢 下筆的外邊會有呈現出 類似這樣子的一個顏色 對吧 可是如果說你在這邊再多灰一點點 然後力道不要加重 就是照你原本的力道一直畫的話呢 它這個邊邊就會變得有點像這樣子 就是會變得好像有水去把它塗抹開來的感覺 所以它整個筆刷的一個效果啊 就是呈現出那種非常讓你覺得很真實的那種感受 所以我自己在畫這個筆刷的時候呢 我真的覺得很酷 很厲害喔 但在這邊要提醒你一點 就是我在畫的時候 我發現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它這裡所有的筆刷呢 你都可以看到它右邊這邊有一個筆刷的一個箭頭 這個箭頭的意思呢 其實應該就是說 它只能拿來作為筆刷 沒辦法拿來作為這個橡皮擦的筆刷喔 因為我用橡皮擦的這個筆刷 試著要用這個水彩的筆刷去繪製的時候呢 就發現到說沒辦法變成橡皮擦 所以說這個部分就要注意一下 那我們就繼續測試一下其他的感覺 那當然這邊的話呢 如果有突出去的地方 那我們就可以用自己的其他的筆刷去做一個修飾就可以了 那基本上呢 我在一開始的時候呢 就會將所有的底色 用很淡很淡的顏色去繪製喔 其實在畫這張圖的時候 它的邏輯跟概念 跟畫透明水彩的概念是一樣的 我在畫透明水彩的概念是 我一開始會上的顏色都是比較淡 那慢慢慢慢的再將顏色比較飽和 顏色比較深的顏色慢慢的上上去 那我在畫這個圖的時候呢 一樣也是用這樣的一個概念在做繪製的 那在這裡呢 比較有趣的地方是說 我在畫電繪的時候呢 雖然說基本的邏輯詞跟手繪是一樣的 但是在畫出來的一個過程當中 其實跟手繪還是有蠻大的差距喔 如果說你自己本身有用水彩在畫手繪的話呢 那你基本上就會知道 我們在畫手繪水彩的時候 我們可以控制顏料的量 也可以控制水分的一個流動性 但是在畫電繪的時候呢 你基本上很難去控制所謂水分的流動性 或者是顏色的量喔 你只能透過你的力道去決定你畫出來的這一個顏色 它的量是少還是多 所以說在畫這張圖的時候 一開始有點不太習慣的是 要用水彩的邏輯來畫這張圖 其實還是有一點點小小的困難 我還是必須要用一點電繪的概念 也就是我們下筆力道的一個概念 在繪製這張圖的喔 所以這可能在一開始 你在使用這個筆刷來繪圖的時候 需要去適應的地方 但是不得不說啊 電繪水彩還是有一個非常好的好處 就是說它是有圖層的概念的 也就是說如果我很害怕 我在同一個圖層繪製的時候 會出差錯的話 那我就可以再增加一個圖層去畫 這樣子我就可以避免說 如果說我未來有一些比較想要更動 或想要擦拭的地方 沒有辦法擦拭的話 我至少可以透過圖層的方式去做一些修改跟調整 但是在畫手繪水彩的時候 你就知道了 畫手繪水彩 一旦畫錯畫不好的話 基本上就是整張報廢 所以確確實實 我們用電繪的方式去繪製這種水彩的質感 真的是效率會提升非常非常的多 那我相信你看了我整個繪製基本顏色的一個過程呢 你也有發現說 有些地方好像感覺那個顏料量有稍微多一點 真的感覺很像那種水彩感 到底是怎麼製造出來的呢 在這裡的話 我可以分享兩個方法 第一個方法就是說 你的筆在你的電繪板上面繪製的時候呢 你一開始可以先用一樣的力道 去將你想要畫出來的一個區域範圍把它畫出來 之後呢 你慢慢的將你的這個想要畫顏色或顏料比較多的地方 稍微用重一點的一個筆壓去繪製的時候呢 你就會發現那個顏色就有點像是暈染出來的感覺 然後顏色就會比較深 比較多 但是我知道在電繪這方面啊 確實是比手繪還來的 不是那麼容易控制的喔 所以在這裡的話呢 確實還是需要再多畫幾次 可能才會比較能夠抓到那種感覺喔 那第二個方法是 你可以在同一個範圍內呢 用一樣的力道把它畫完一次之後 你在你想要加深顏色的地方 再用筆跟電繪板第二次繪製一次 這樣子的話 那個地方就會顯得顏色更加的深 其實它的概念就有點像是 你將水彩的一個顏色呢 基本上畫完之後呢 你等乾了之後再畫第二次 是一樣的概念 所以基本上如果說你的筆在你的電繪板上面畫的時候 你是沒有讓筆離開電繪板的話呢 它都會讓你現在畫的這一整塊地方的顏色呢 當作是你第一次畫水彩的概念 一旦你的筆離開了電繪板之後呢 第二次碰觸電繪板的時候 它就會把你當作是這個水彩已經乾了 然後你第二次上色 所以說基本上呢 這就是它電繪水彩的一個邏輯概念 那在我們理解了這樣子一整個 用電繪繪製水彩的一個概念之後呢 其實我相信你大概就知道說 欸 你可以怎麼樣去做一個繪製了 那在我們看完我們的基本色都已經畫得差不多之後呢 那我現在就要開始來繪製一些 像是陰影啊 或者是 顏色比較深一點的一些線條的部位了 當我想要開始繪製這個顏色比較深一點的地方的時候 我才發現說原來我可以去調整一下它的這個流量 然後後面我才發現說 欸不對啊 流量的左邊還有一個模式 我才發現說 喔 原來它這個 之所以會有這種透明水彩的一個樣式 是因為它的模式是設定在色彩增值的一個模式 那如果說你想要讓它變成是一個不透明水彩的一個狀態的話呢 其實你只要讓模式變成是一個正常的狀態就可以了這樣子 喔 所以這個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酷 非常的棒 那當然因為我現在使用的這一個水彩筆呢 我是希望它可以用一個比較柔和的一個狀態 所以說一般來說的話 我在繪製一種大範圍的地方 我都還是會把它就很大塊的直接畫上去 這樣才有那種隨機感的感覺 那反正它超出的地方也沒有關係 我事後再用橡皮材把它擦掉就可以了 所以我就開始來繪製整個細節的部分 那當然如果說你希望你自己的一個水彩筆呢 可以開始畫出比較細膩的一個線條的話呢 你可以選擇那種就是看起來比較能夠畫出尖尖線條的一個水彩筆 去繪製一些比較細膩的地方 只是說有些細膩的地方 像是線條啊 你想要畫的比較深一點的話呢 那當然你就可以在同一個地方多畫幾次 那那樣子的話呢 它的一個呈現出來的顏色 就會有點像是你用這種比較細一點的水彩筆 所畫出來的一個顏色喔 所以在這裡的話呢 我不管是畫頭髮啦 畫五官啊 基本上我就是用顏色可以呈現出比較尖一點 頭圍的這種筆刷呢 去繪製的 然後把它的一個大小呢 調至比較小一點的一個狀態 這樣我就可以畫一些比較細膩的部位 所以你就會發現說 哇 這一組筆刷 不管是要畫出水彩的一個效果 還是我想要有點類似那種非常細膩的 水彩筆畫出線條的一個效果啊 基本上都是可以畫出來的 所以基本上我是覺得這真的是 啊 好喜歡這樣子的一個效果喔 真的是蠻棒的 這樣就可以省了去買水彩工具的成本了 而且如果畫錯還可以做一些修改跟修飾 OK 那在整張圖呢 基本上我調整了整個圖比較深顏色的地方 把它畫上去之後 以及一些需要再增加線條的部分呢 慢慢慢慢的去把它畫出一種線條感 線膏感的一個感覺之後呢 整張圖就差不多完成了 那你可以發現喔 其實整張圖完成了之後呢 你就會感覺到左邊跟右邊的圖啊 真的是比較不一樣的地方是在於就是 因為左邊是我手繪出來的一個結果嘛 那當然它是用掃描之後 我還去做一些調光的部分 看起來顏色就會特別特別的飽和 那當然右邊的圖呢 我自己個人是剛畫完 但是畫完之後呢 其實我當然也可以去做一些調色 只是說我沒有在這邊特別再去做調色 但是你可以感覺出來喔 用電繪這個水彩筆刷所畫出來的一張圖呢 感覺就是蠻清新的 雖然說真的乍看之下 還是蠻能夠感受出一點就是 手繪跟電繪之間的一個差距 好像還是可以看得出一點點的 但是確實不得不輸啊 這一次的這個手繪筆刷 所畫出來的一個效果 真的是極為的真實 而且是表現得非常的棒 如果你沒有去對照真正手繪的作品的話呢 基本上還真的會有一點被它所蒙騙過去 覺得說這個應該就是真的手繪 所畫出來的一個效果了 所以今天呢我就先在這裡簡單做一個示範 讓你看一下這整個手繪水彩筆刷所繪製出來的一個過程 跟一個感覺 還有一些小技巧跟方法 那未來呢 我還會再持續的看有沒有其他的一個筆刷好玩的話呢 我再來和你分享我使用的一個心得 以及一些我使用上發現的一個技巧 再來和你分享 OK 在我們看完了這個筆刷 如何在Photoshop裡面打完特完之後呢 我相信你應該對於這個筆刷 要如何在Photoshop裡面來畫出屬於你自己的一些 手繪質感或者是水彩質感的這一個作品呢 應該有一些概念跟一些idea或想法了對吧 如果說呢你在畫的過程當中有遇到什麼樣的問題 或者是說你有畫出一些還不錯的心得等等的 都歡迎你在底下留言區和我分享喔 那當然如果說你身邊有一些朋友啊 也是用Photoshop在畫圖的 但是礙於一些工具跟筆刷的一些局限呢 他並不知道說 原來還有這樣子的一些工具跟筆刷 可以幫助他畫出這種水彩質感 或者是手繪質感的話呢 也歡迎把這支影片分享給他們 讓他們知道原來也有一些還不錯用的筆刷 可以在Photoshop裡面畫出水彩質感 手繪質感喔 那如果你覺得今天這支影片真的對你有一些幫助的話呢 請不要忘記訂閱我的頻道 不要忘記開啟小鈴鐺 因為這樣在我新影片發布的時候呢 你才不會錯過喔 最後讓我帶給你的生活一點顏色 也希望你也帶給頭人生活喔 你的顏色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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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